肖战现场往杨子扑过去 不料杨子下意识的反应太甜了 改编自《童华童名小说》的 古装剧《长相思》开播以来 口碑和热度都持续走高 引发了不少话题 尤其是剧中的四位主演 杨子 邓维 张婉逸和谭剑刺 他们的演技和人气 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而大家对这部古装剧的评价也是很高 其中女主角杨子扮演的 号灵王姬小妖一角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完全展现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女主应有的演技 她不在乎繁琐的服装打扮 也不在乎所谓的偶像包袱 在每个关键的情绪点上 杨子都能精准戳中观众的泪点 除此之外 杨子真正让这些角色发光发亮的 是她对小妖更深层次的见解 在杨子看来 小妖的感情归属 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她自己 最后剧里大多数嘴上说的 最爱她的人 在另一面前 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她 因此 最后跟邓薇扮演的图山景在一起 是因为只有图山景 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抛弃她的那个人 她想要一份这样的感情 四个男生追女生的爱情戏嘛 但其实内核不是这样的 小妖没有靠过任何人 很多人都爱她 这四个男生都爱她 但实际可能在关键时刻 身边的所有人都可以第一个抛弃她 不得不说 杨子真的是一个很有思想深度的演员 而她本身也像是有种魔力一样 杨子是娱乐圈中出了名的望富体制 跟她合作过的男演员 都在之后一泡而红 有着大量的骗约 所以男演员们都想和她合作 蹭一蹭杨子的热度 长相思也不例外 说实话 三位男主的热度和流量 远远不如杨子 但不管男演员的咖位如何 大家都很期待三位男主 是否能升为顶流 当然 杨子作为家喻户晓的童心 心徒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因家有儿女中下雪一角 而被观众熟知 但在此之后 并没有获得更多的演艺机会 剧中饰演妈妈的宋丹丹直接说 这样的长相不适合娱乐圈 再加上给观众留下的固有印象 杨子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 确实很难出头 因此 转型之路走得极其艰难 而娱乐圈的竞争 有多残酷可想而知 今天官宣主角 明天主角就换人了 杨子不仅要忍住没戏拍的寂寞 还要忍住被观众遗忘的危险 不过幸好杨子要出头了 凭借战长沙 欢乐颂 相避沉沉浸如霜 再次重回观众的视野 还把演技磨练得非常精湛成熟 杨子不断展现出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成为众多观众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 他的感情生活也是媒体 重点跟踪的八卦 杨子虽然合作了很多当红的男演员 但异性原演好的他 即使跟男明星勾建搭配 也不会有人猜想两人是情侣关系 只会认为两人关系很好 是铁哥们一般的存在 不过在杨子众多的荧幕CP中 唯独肖战被认为是个例外 两人在合作余生请多指教的时候 绯闻可以说是满天飞 常常在片场公然的打闹嬉戏 有时候一些行为举止 甚至比较放肆 看起来就像正在热练的情侣一样 曾在一次试戏的时候 肖战突然朝着杨子扑过去 差点就亲上了 不料杨子下一秒的动作 暴露了两人真实的关系 网友纷纷截图 只见杨子不好意思的 用手及时挡住肖战 看样子似乎害羞了 这样的举动 也让网友直呼不像是演的 而在这部剧完结之后 余生、CP还有售后 肖战、杨子 共同出席星光大赏 为两人的新剧 余生请多指教预热宣传 当时他们一起在 台上合唱了剧里的主题曲 这次舞台对于肖战的意义 非常重大 他标志着数字事件 从此翻篇 肖战全面的复出 所以现场的粉丝们 也是非常激动 而杨子在结束之后 更是特地转身小声的 为肖战加油 真是令人感慨 在复杂的娱乐圈里 还有杨子这样讲义气的 善良的姑娘 难怪圈子里人缘那么好 本以为肖战扮演相飞 足够经验了 看到杨子后 这是仙女下凡吧 在现在的娱乐圈之中 颜值似乎已经成为了敲门砖 看看现如今的流量明星们 哪个不是个顶刻的高颜值 当然 如果能够有硬实力 和高人气的加持 那么就能够在各种场合中 占据上风 如鱼得水 肖战无疑是当代青年偶像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以强大的个人魅力 优异的作品成绩 成为内娱最靓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在娱乐圈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与影响力 无论是音乐影视还是综艺 他都展现出了出色的才华 和引人注目的表 现成为了新一代人心中的偶像 引人称献 也引人嫉恨 因为肖战入行不到十年的时间 却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 独占凹头 经历过可怕的低谷和肖成的时期 经历过所有明星都惧怕的拳往黑 竟然没人能够动摇他的顶流之位 作为一个进入那一短短几年 就靠魏无限一脚成为那一顶流的男人 肖战想要维持好自己的顶流地位 靠的就不能再是唱歌和舞台 努力持续输出好的影视作品才是王道 事实上他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自陈情令过后 肖战的事业几乎一飞冲天 不少资源滚滚而来 但他没有频繁地参加综艺 企图用最快的方式捞金 反而是一心一意地沉浸在剧组里 除了地钥石的宣传之外 几乎是神影状态 而他也给我们带来了斗罗大陆 庆余年 王牌部队 余生请多指教等等 优秀的电视剧 前段时间更是迎来了梦中的内海 玉谷瑶的顺利收官 粉丝的尖叫声还没完全散去 肖战又官宣主演徐克电影《射雕英雄传》 还有一部带播剧搭档百百合的娇洋伴我 可见肖战的剧本质量越来越高了 搭档的导演和演员都是业内口碑非常好的 自肖战重回娱乐圈 他给粉丝的惊喜 可以说是从不间断 也从不令粉丝失望 近日 肖战又一次获得了一个提名 被提名为 另于断层顶流 其实 无论是网友观众 还是各大媒体 都是如此评价肖战 也能看出 这个头衔是实至名归的 在粉丝数量 路人员 作品 商务等 在内六大领域都是Top级别 基本上名列前茅 没有人可以望其向背 因此非他莫属 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 除了肖战本人平时的努力勤奋外 他天生所带的条件 也是他成功的加分项 这个天生优势也就是他的颜值 混迹于现代娱乐圈没有高颜值 是很难拼出一条血路的 而肖战的五官就比较精致 生来就拥有一张迷倒众生的脸 甚至还有点男生女像的感觉 因此穿女装也是雌雄莫变 早年肖战就曾在一档节目中 扮演了环珠格格湘飞这一角色 虽然只是戴了一个湘飞同款的头套 但颜值却吸引了不少人的眼光 肖战刚出道是非常阳光青涩的 他也因为娃娃脸增添了许多可爱的感觉 而肖战在模仿的时候 更是做出一副羞涩的表情 不得不说这个时期的肖战 真的让人抵挡不住 本以为肖战扮演的湘飞足够惊艳了 没想到看到杨子扮演的湘飞 才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杨子长得很漂亮 五官很有灵气 戴上湘飞帽之后和刘丹有几分相似 特别是那一双灵动的眼睛 如果让杨子来扮演湘飞 效果估计不会输给刘丹吧 不过刘丹的湘飞是太多人的童年女神了 哪怕是后来有再多的女明星扮演湘飞 都抵不过刘丹在观众心里的分量 你们觉得这样的肖战和杨子 有颜值 有演技 又努力的梁小枝 是不是更相配呢 欢迎留言讨论